自民国95年设立的华山基金会花联天使一站 19号上午在主农理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了14周年的感恩茶会 而除了进行注意饮食的卫教讲席 也邀请到了手工艺品的讲师来进行DIY活动 共同来欢庆感恩的时刻 自民国95年设立的华山基金会花联天使一站 一累计服务255位落实长辈 19日上午在主农理社区活动中心 举办14周年感恩茶会 以活力超为活动先开序幕 并颁证感谢状给辛苦的服务伙伴 我们感谢华山基金会对社会的付出 可以让大家过了一个团队的生活 实际上要不告诉大家 在十四月初一开始 我们每个国台市都要红水冷 各个地方都要红水冷 如果没有去活动 最近的很多變化很大 大家跟我一樣 都要注意到這次的變化 主要也是想說在這樣疫情 然後長輩都沒辦法出來參加活動的情況下 因為這種小廠的 就是想說可以邀請長輩們出來 今天蒞臨就是有我們華山的長輩大概二十多位 然後還有在像這個社區的大概十幾位 總共大概三十幾位 今天的話主要是課程的部分 就是由我們的花蓮市衛生所 提供他們餐飲的部分 讓長輩在吃的部分 能夠有這樣身體能夠更加健康 然後中間尾巴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這樣子一個手作的活動 讓長輩能夠動動手 然後讓身體能夠有這樣運動到 活動集結花蓮市衛生所的衛教宣導 二十粒精緻麵食與勁霸雞提供的美食 大風計程車協助接送 以及有購站有善幸福商店 隨後也邀請手工藝講師 讓長輩變身小小藝術家 發揮創意 製作專屬自己的擺飾 陪伴現場二十五位老大人 一起歡慶感恩時刻 接著長幫彦華臨時報道 回到最後一頓 有了 使用那種 白斬 北斬 北斬 北斬